刚才我听这位应该比我再年轻点叫兄弟吧 听他说了说他有能力养着他 但是呢想问他一句 你的能力是与生俱来的吗 还是由于老板对你的培养你才有的能力 公司给你搭建了一个平台 为你创造了这么好的就业机会 所以你才能发挥出你的个人价值 不管怎么说 老板真正的是在养活你们 如果你们自己真的都有能力的话 就可以都当老板了 我是这么认为的 作为员工我就好比是一头奶牛 我每天我就吃着草 我喝着水 也就是说拿着老板那点微薄的工资 我每天做什么工作呢 挤奶 把我的奶挤出来给老板 他发财了 是不是 终于有一天我不再挤奶了 为什么不能挤奶了呢 没这个功能了 是不是 作为一头奶牛我有生命了 是不是 工作也是有年限的 他说的都是比喻 都是比喻 大家明白 这是你想老板会对我怎么说 亲爱的奶牛 有个地方我送你去吧 嗯 屠宰场 还有一个您没发现吗 什么 作为老板 慢慢的 原来就通过我们这一批一批的奶牛 走向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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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屠宰场 变成什么情况 他的腰围 一尺六 一尺八 二尺二 二尺八 最后有一天 他闭着眼睛朝下看 看不见自己的鞋尖了 你能想想 大家仔细想一想 到底是我们养活了他 甚至养肥了他 还是 他养活了我们 谢谢大家